本港楼价及地价不断下滑 发展商保地价金额同样大跌 详实 01.113 早前大劈价推售由唐亲海后 月秀地产 01.123 陈记家快皮轮所持三幅工业地的换地程序 中在日前正式接纳特区政府批出的每尺楼面保地价2040元 不但低于元朗地皮的换地保地价 更较亲海四年多前的保地价低于六成 令区内保地价水平倒退于11年前 月秀的项目廖建五堂住宅大厦 提供近1400个单位 月秀表示 已于上周五接纳特区政府的换地要约 会交回位于游堂东原街 及崇耀街的游堂内地段第四号比分段 游堂内地段第九号 及游堂海旁地段第五十七号共三个地段 再获重批游堂内地段第四十六号 涉及保地价为13.4609亿元 月秀指出 换地符合公司继续发展优质住宅物业的主要策略 为物业组合带来协同效应 并预期可提升股东长期回报 基于经评定保地价被视为与现时市值一致 并经考虑换地的所有条款及条件后 董事会认为换地的条款乃按一般商业条款订立 属公平合理且符合公司及其股东的整体利益 该公司预期 从批地段将发展五堂住宅大楼 提供约1393个住宅单位 193个私家车停车位 及22个电单车停车位 月秀今次换地的三个地段 原为水泥厂及栋库 总占地约12.65万方尺 该公司多年前已获成规会批准 连同皮轮作海滨长廊之用的海边官地 改为住宅用途 以最高地积比率五倍作住宅发展 现成功换地后 总发展地盘面积约13.2万方尺 根据获批的规划申请 总楼面约65.99万方尺 即每尺楼面保地价只约2040元 由唐对上一宗换地保地价个案 市场实于2019年初围东原街五 及8号地皮 即现在兴建中 以及于8月砌价开售的亲海 完成换地交易 当时保地价预22.1亿元 每尺楼面保地价达5283元 今次相隔四年多 月秀不但能以较之低 约61.4%换取土地 作住宅发展 更令区内保地价倒退超过11年 据资料显示 会得封地产于2012年 为东原街由唐货仓地完成换地交易 即已入伙多年的Peninsular East 当时每尺楼面保地价约2200元 另外新鸿基地产 00016 数月前为元朗东城里山边村以东 及下高部村两个住宅项目 跟特区政府完成换地交易 每尺楼面保地价各约2865元 及2684元 都会相当于1991元 未经许者说明 我们早就会相当于2012年 2006月前往2014年 大陆海楼面保地价格 和其他人都会相当于2012年